环球时报综合报道,路透社5日,援引巴基斯坦内政部消息称,巴政府当天拘捕了恐怖组织穆罕默德军头目马苏德阿兹哈尔的两名近亲。 穆罕默德军此前声称,对发生在异控克什米尔的袭击事件负责。 巴基斯坦内政部在通稿中称,巴方已决定对穆罕默德军采取行动。 包括马苏德阿兹哈尔的两名近亲,阿卜杜拉拉乌法和哈纳德阿兹哈尔,在内的44名武装组织成员已被拘捕。 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称,上周印度与巴基斯坦共享的情报中,提到上述二人的名字。 其中,阿卜杜拉拉乌法,是马苏德阿兹哈尔的兄弟。 另据巴基斯坦黎明报5日报道,巴基斯坦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 巴海军四日晚,成功阻止一艘试图闯入巴水域的印度潜艇。 巴海军还公布了反潜直升机,从空中拍摄的视频。 报道称,这是巴海军2016年以来,第二次发现印度潜艇试图进入巴海域。 巴海军发言人称,巴方没有攻击这艘印度潜艇。 因为巴基斯坦奉行和平政策,印度潜艇不是我们的攻击目标。 印度国防部门消息人士5日告诉今日印度电视台, 他们正在验证有关视频的真实性。 杨晨,俄罗斯最新研发的无人机杀手,食肉动物无人机, 近日首次进行了武器系统试验。 据俄罗斯塔斯社28日报道, 俄军工赠合体消息人士27日表示, 在托姆斯克试验场的飞行测试中, 食肉动物无人机进行了使用武器系统的试验。 包括打击武器和发射捕捉网,拦截其他无人机。 俄罗斯Ragnum通讯社28日报道称, 食肉动物无人机一展长约5米, 最大重量约40千克, 有效在赫可达20千克。 在空中飞行时, 最大时速150公里, 最大高度为4000米, 制空时间为10至15个小时。 除了配备武器系统外, 它还可携带高分辨率光电侦察系统、 雷达等。 其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拥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 即使受到强烈的电子干扰, 也能在失去遥控的情况下, 在自动状态下完成任务。 在人工控制状态下, 无人机活动半径为150公里, 而在自动状态下, 活动半径为500公里。 去年12月中旬, 该型无人机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塔斯社称, 在结束工厂试验后, 俄罗斯还计划对食肉动物进行实战条件下的测试。 食肉动物无人机在执行摧毁地面目标任务时。 携带的空中侦察和监视设备, 可以探测到敌人的火力发射点。 机在计算机系统, 可以计算出轰炸点和角度。 之后降至最适合的高度对地面目标实施打击。 这款无人机, 还可用于保护核电站和军事基地等重要设施。 无人机携带的捕捉网, 被放置在货舱中。 在发现敌无人机后, 便可洒出捕捉网, 抓住敌方无人机, 并将其迫降到地面。 俄专家表示, 俄罗斯目前越来越重视无人机的研发工作。 俄国防部部长邵伊古, 去年12月, 在俄国防部年度部务委员会上表示, 俄军每年将接收超过300架中小型无人机。 同时, 受俄军在叙利亚作战经验的启发, 俄军也十分重视发展反无人机系统。 如何应对敌方小型无人机, 也被写入俄军作战条令。 有职,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单位破解潮核问题的第二次金特会27日在越南举行时, 世界另外两个和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 却陷入箭板弩张的紧张局面。 26日, 印度战机飞越克什米尔印巴时控线空袭巴境内目标。 被认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 印度对巴的最冒险行动。 一天后, 巴战机也飞越时控线, 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进行空袭。 印巴都称击落对方战机。 有印度飞行员被俘。 巴方强调这不是报复行动, 仅为证明巴基斯坦有能利用同样方式打击印方目标。 巴总理伊姆兰汉, 在27日的电视讲话中, 向印度发出对话邀请。 目前, 印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从现在开始, 我们必须用头脑智慧的形式。 在27日下午发表的电视讲话中, 伊姆兰汉没有为双方的军事行动火上浇油。 他警告两个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升级, 将带来灾难。 我问印度, 你我都拥有这种武器。 我们真的能承受误判吗? 如果事态升级, 我和莫迪都将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伊姆兰汉警告印度不要采取侵略性 行为。 同时再次邀请印度回到谈判桌上。 他表示, 巴基斯坦理解, 此前发生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袭击事件, 带给印度人民的悲痛。 称我们做好了进行调查和对话的准备, 伊姆兰汉的讲话, 在巴获得欢迎。 有巴媒体评论说, 在当前, 印巴紧张态势不断发酵之际, 巴总理没有效仿莫迪政府歇斯底里的战争论调, 而是理性克制的发出和平提议。 在伊姆兰汉讲话之前, 印巴27日一直笼罩在冲突升级的紧张氛围中。 巴基斯均 发 巴空军战机 27日上午, 飞越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 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进行空袭, 印度随后派战机飞越控制线进行回应, 巴方开火, 并击落两架入侵巴领空的印度米格战机, 其中一架战机, 坠毁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一侧, 另一架坠毁在印方一侧。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局局长加富尔27日晚表示, 一名被俘的印度飞行员在关押中。 巴基斯坦军方27日发布一段视频和几张照片。 视频中, 一名称, 自己是空军中校的男子, 被蒙住双眼, 爆出军级编号。 在27日下午, 印度外交部和印度空军联合举行的发布会上, 印度方面仅证实, 印方有一架米格21战斗机失踪。 飞行员下落不明, 强调正就此展开调查。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库满尔称, 印方27日早晨, 侦测到巴基斯坦空军飞机, 并迅速采取行动, 使八方计划未能成功。 在此过程中, 一架巴战机被印度米格21战机击落, 并在巴境内坠毁, 但没有透露型号。 此前有一枚报道说, 巴被击落的是F-16战机, 但巴军方予以否认, 称没有F-16战机参战。 纽约时报评论说, 虽然过去核国家曾发生地面冲突, 但一个核国家, 用空中力量, 瞄准另一国领土。 这是第一次。 2月14日, 发生在印控克什米尔的自杀式炸弹袭击, 导致紧张升级。 但冲突风险在印度战机26日飞跃时空陷空袭八方后, 骤然加大。 在27日中午的新闻发布会上, 加富尔否认八空军当天的行动, 是对印度空袭的报复。 他说, 我们不想宣称取得任何胜利, 唯一目的是展示进行自卫的权力、 决心和能力。 印度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 要求巴基斯坦确保印飞行员, 立即且安全地回国, 但晚, 巴公布被俘义渡飞行员的最新视频。 他称自己受到巴军方良好相待, 并跨这里茶很好喝。 环球时报入巴基斯坦, 印度特派记者丁雪珍胡伯峰 当地形势正在发生积极转变。 他对双方领导人做出的让步表示赞赏。 并呼吁双方就第二阶段撤军计划的细节问题达成协议。 格里菲斯当天在联合国安理会野门问题会议上说, 野门冲突双方, 已就在和台达省, 进行第一阶段撤军计划达成协议。 这表明在斯德哥尔摩开启的和平势头得以保持。 野门正从战争逻辑走向和平逻辑, 在和台达。 人们已经看到了敌对行动, 减少所带来的实际好处。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洛科克, 在会上表示。